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极客之选 从开头的小视频里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新品就是 大江全新口袋智能小相机 DJI Pocket 2 两年前发布的 Awesome Pocket 是大江首持产品线中最为小小便携的云台相机 也成为了很多Vlogger绕不开的选择 当然上一代产品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痛点 十个两年推出的DJI Pocket 2都做出了哪些升级 咱们接下来一起体验一下 DJI Pocket 2的外观和上一代一看就是兄弟俩 同样机身小小便携 整机重量只有117克 长度依旧比口红长不了多少 无论是长度还是重量 它都远远低于不少主流手机 体积控制的非常了不起 不过按键略有不同 DJI Pocket 2的机身右侧新增了一个电源键 相比于上一代开机三秒的云台自检时间 Pocket 2只需要一秒就能快速开关机 快了不少 方便进行抓拍一些精彩的瞬间 在配件上的变化则更大一些 几乎完全看不到上一代的影子了 除了连接手机的USB-C和Lightning接口 Pocket 2标准版新增了迷你摇杆和三脚架转接件 我手里的全能套装配件 额外增加了全能手柄 增广径 微型三脚架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加防风毛套 新增的迷你摇杆 让你无需连接手机 就可以实现相机的转动和变焦 双机摇杆右侧按键就能快速切换 配合屏幕内滑块 就可以滑动控制变焦 摇杆控制云台 而且云台速度和变焦速度 都可以在设置里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Pocket 2最高支持6400万照片 8倍变焦 1080P视频4倍变焦 以及4K视频2倍变焦 Pocket 2机身底部采用了可拆卸底壳 拆下后可以连接三脚架转接键 或者全能手柄 这两个配件都使用的是最常见的 四分之一英寸螺纹孔 方便连接更多的配件 用户对于上一代Pocket 吐槽最多的就是脸大 好端端的一个人 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大脸妹 Pocket 2当然要解决这个痛点 咱们先来看看Awesome Pocket的参数 80度FOV 26毫米等效焦距 以及F2.0光圈 到了Pocket 2 各项参数分别有了很大的提升 拥有93度FOV 20毫米全能焦段 以及F1.8倍光圈镜头 这样一来拍摄视角更广阔 脸大畸变的情况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要是还觉得脸大怎么办 还可以使用配件增广径 把FOV增加到110度 顿时安全感增加了不少 比用iPhone 11 Pro的效果好像不少 此外CMOS耍感器也从2.3分之1英寸 升级到了1.7分之1英寸 最高可拍摄6400万像素的照片 致时拍摄4K60帧视频 10月底会通过固件升级的方式 致时拍摄HDR视频 相比上代 亮度动态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自动模式下 高光的地方没那么容易过曝 夜间拍摄的时候 也不会一味拉低曝光和画面亮度 还有Pocket 2在对焦速度上 也做出了相应的提升 升级的相位对焦和反焦对焦 让Pocket 2比上一代对焦更快更准 除了影像升级之外 音频也是升级重点 机身上内置了4个方向的麦克风 前后左右各一个 加上创新录音功能 共同组成矩阵立体声系统 大疆首创的声场跟随功能 可以让声音的方位 随着云台的方向变化 此外音频可以和变焦实现同步 总的来说就是画面放大 声音也定向放大 画面缩小声音就缩小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极客去选 它还能智能交风噪 还有时音指向性切换功能 能够针对不同场景 支持切换全向收音 向前收音 前后双向 这三种不同的麦克风工作方式 不过这个功能同样要再等一招 以上就是Pocket 2本体升级的两大方面 咱们再来看配件 首先要说的就是核心配件 全能手柄 手柄底部同样使用的是 四分之一英寸标准螺纹扣 可以扩展更多配件 搭配微型三脚架 能够完成更多的功能 左侧有一个3.5mm麦克风音频转接口 支持专业收音设备 可以外接三段和四段麦克风 不必像上一代一样 使用音频转接头配件 手柄下方为内置扬声器 这样直接用机器回看素材 也能播放声音 它还包含了上一代 无线模块配件的功能 能够无线连接手机 实现无线图传 不止如此 它还有无线麦克风接收功能 搭配全能套装里的DJI无线麦克风 收音效果更好 DJI无线麦克风同样是核心配件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音加防风毛套 能够在录音的时候进一步消除风噪 比子弹麦克风录制的声音更加清晰 当然Poke 2的一些小功能也不差 通过算法升级 智能跟随3.0的准确度更高 跟随的目标也可以更小 就算没有连接手机 在机身屏幕上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行智能跟随拍摄 这次美颜效果 也同样不需要连接手机就可以实现 不过参数还是需要在MAMO App里进行调整 MAMO还能够自动剪辑 搭配1080p视频的8倍慢动作 还有一键自动拍摄轨迹延时 这些让新手也能拍出更有质感的视频 对于同样是主播的Vlogger来说 通过MAMO还可以在Facebook YouTube 快手 B站 及虎牙平台进行直播 最后来说一下收纳问题 单单这个保护壳就可以收纳主机 两个手机转接头 增广径 麦克风 和微型三脚架 每次多发现一个收纳的地方 都有满满的惊喜 为了测试它的日常使用表现 我用DJI POKE2 在我的家乡拍摄了几天视频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二现场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石旧海鲜市场 好像这个脸在这第二代上 好像显得小了一点 但对于我这种大脸型人来说 当然更小一点是最好的 所以说咱们就要用到 它的一个配件了 就一个增广径 感觉大了一点吗 我们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们要去吃饭 饭 我们现在来的是万瓶口景区 然后带大家看一看海 前面好像有什么比赛 我们就看一下 好 漂亮的飘移 好 她们已经进过来 十一半了 好 第一笔已经 最后的收拾了 现在收拾了 我们的朋友要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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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往前跑 加油 其实今天天气已经挺凉的了 我都已经穿毛衣了 不过在这个沙滩要过去的话 还是要脱鞋 咯死我了 这也太凉了吧 我该穿个脱鞋的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 用脚趾扣出一个海底帮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小小的外观 还解决了很多上一代的使用痛点 在影像素质 音频 还有配件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提升 对于Vlog新手来说 相比单反相机和手机加云台的组合 使用门槛更低 携带更方便的Poke 2 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有关于Poke 2的更多问题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跟我们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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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